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 让我们踏上寻访王安徐之路 男儿少壮不树立 习此穷老将安归 不为浮云遮忘也 自圆身在最高层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也不足血 我一定要将新法推行到底 优优独播剧场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位宗师 可以说是身处舆论中心 近千年的一位话题人物 人们赞叹他名高一时 学惯千载的文章和询问 也激赏他视父位如浮云 不逆于财力酒色的高洁德行 更津津乐道于他的衣构不患 面构不喜的生活习惯 当然更为他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争论不休 他就是宗师王安石 王安石做县官 重实干 做宰相有魄力 列宁称赞他是 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历史学家黄仁宇更是说 王安石距离古人远 距离现代人近 王安石继承着韩玉的理念 唯以明道 他的一生也是 敬如至而无悔的一生 小三好 林老师好 你好 小三好 访一代宗师 寻千年文脉 欢迎两位和我们一块 跨越时空 也欢迎观众朋友收看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为您制作的大型文化祭播节目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 欧阳修 曾经见到王安石 有这么两句证诗 说汉林峰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念心上在 后来谁与子真仙 其实他是期望 王安石以后能接任文坛领袖 但是王安石的志向不在于此 在唐宋八大家当中 王安石确实可以称得上是 独树一帜 他还是一个敢想敢干的 经济学家 改革家 所以我在想 王安石在那个时代 他的很多思想 甚至是做法 是相当超前的 在我们启程之前 我想带两位先去看一下 和王安石有关的一些重要的物件 这个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很熟 据说是王安石现存于世的两幅真迹 这个是他在晚年已经退休了 应该是他去世前一年65岁的时候 写的《棱延经》 所以看得出来 王安石的书法在他晚年的时候并比 已经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 王安石的书法其实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个是弹幕 一个是集书 懂书法的人称之为有横风急雨之时 所谓自如其人 我们就可以探出 王安石风风火火的性格 那边还有一件展品 也是跟王安石有密切关系 这是一本奏折 里边就一篇文章 别看这么厚 它的名字叫 《上仁宗皇帝言士书》 当然历史上我们也称之为万言书 太长了 洋洋洒洒万言 对 所以这个万言书 在历史上也是有着 极高的地位和评价 思想大家梁启超 称之为秦翰一下第一大吻 对 而且这篇超过一万字的奏章 应该说是凝结了 王安石在地方观 任上十多点的经验 历练和思考 可以说是展示了 王安石的一幅变法的蓝图 看似寻常最奇绝 诚如容易却艰辛 这条路一定是充满了挑战和挫折的 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这当中到底艰辛在哪 那我想我们在出发之前 还是来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 请看 十三岁的我知道了 读书之事 一日不能荒废 这个时候的王安石 已经懂得了修为自身的重要性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圆身在最高层 没有长期积累 磨砺 方得波云渐日 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刚在银县认满 但他还是打算继续扎根地方 积累经验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新陶换旧府 我相信 国父民强的那一日 终将到来 王安石写的是新年气象 但我想可能在他的心中 此刻蕴含的 则是自己对于社会崭新面貌的期待 我特别好奇 他内心的那种豪气和勇气 从哪来的 他经历了什么 让他心中有了这样的气度 我觉得那就应该去一趟银县了 看看在这个地方 王安石究竟是如何做一任父母官的 在银县 王安石除了家中 最常待的地方 就是县舍西亭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步千年 踏上寻访宗师之路 请 这江南的春天 汇风和煦 确实还是很舒服呀 心旷神怡 是的 在王安石心里 这里也是一个山川有情的地方 如今身世西归客 回首山川绝有情 不过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 他来到银县的时候 这里会存在他三年的汗水 还有梦想 前面就是县舍西亭了 对 这位夫人 有礼了 请问您是否认识王公介夫 介夫是我夫君 吴夫人 吴夫人 见过吴夫人 见过吴夫人 在下萨贝宁 在下宁言 在下杨宇 我读到过 我读到过夫人的词 带得明年重拔酒 携手 哪知无语又无风 真是清理可喜 今天一见夫人觉得您 文如其人 温婉清雅 如此 圣赞了 不知诸位 今日到此有何要事 我们三位都是 王公介夫的仰慕者 我们 一直想找机会 拜见王公 但是呢 始终没有碰上 听说王公 刚来营县上任 我们便一路追随而来 请 王公 今日可曾来过此地 不曾来过 我们一家 刚来营县不久 介夫 一直忙于理清 名声现状 回到家里 我备好了一大桌子菜 好让他多吃一些 可是他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那书卷之上 光吃自己眼前的 那一盘菜肴 鹿肉 每次草草吃完饭之后呢 我想与他多说几句话 可他却又一头 扎进了书房之中 我是又好气又无奈呀 只好做罢 介夫的性子我是知道的 一旦他专注一件事情 他必定会心无旁骛 我们也都了解 王公的这种性格 对 但如此一来 我们这一趟 想见到王公 恐怕也很难 王公以第四名的家计 竟是吉地 后来又在淮南 任签书判官三年 其实本可以向朝廷申请 任管阁一职 但他却毅然决然地 选择到此地 管阁之职 可是绝对的清药之味 就众多文人学 是梦寐以求的地方 因为这是相当于当朝的人才储备库 可以从这里登上仕途的巅峰 他居然放弃了 他这个举动还是挺让人费解 对于名利之事 介夫从不屈服 虽说任管阁之职 确实能平步清云 但介夫 这不在此呀 他自年少时便已经意识到 修为和学习的重要性 知晓 欲知千里 必机魁步 立身百行 以学为机 你想王公在年少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见地 难能可贵啊 介夫能在年纪上轻之时 便意识到此等道理 还与一次特殊的见面 密不可分 王安时13岁时 随父亲回乡探亲 见到了五岁就能作诗的神童 方仲勇 舅舅 班郎 列兄 一切可好啊 都好都好 班郎 我来讨讨你 可还记得 我上次教你读的书啊 当然记得 天下不患无臣 患无君以始之 天下不患无才 患无人以分之 好 小小年纪不可卖弄 方仲勇要做诗了 方仲勇要做诗了 何事如此善谎 想是那方仲勇 又开始做诗了 那是何人 方仲勇生在农家 五岁的时候不识笔墨 却能张口成诗 当年太守看了他的师祖 都嘖嘖称奇呢 说起来 这个人还和你是同岁呢 父亲 我也想见识见识 好 走 神童见识 快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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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啊 龙儿 纸不合适 操了 操了 换上等的惊羡货啊 换剑 快快快 嗯 这才顺手 放心 润笔枣备好了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儿啊 你一定要好好写 那小孩 你笑什么 笔墨 纸燕 不够外物 如有诗才 便是土墙 树枝 也能写出好句 你还懂诗 读得多 写得少 笔笔如何 愿意奉陪 坏狼啊 读书作诗 岂能用来比试啊 不如二位 就以读书为题 如何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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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怕 嘗 男人 中学 这线这线 这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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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还行 小线衣服 这线衣服 行 先行 好 сним 去哭了 行 行 小线衣服 你怎么写 还行 许完了 许完了 快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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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存一万里 读书十三年 路遥成雀身 金杯月道玄 好诗啊 读书不如喝酒 礼白斗酒诗百篇哪 小孩儿 天生神童 天生神童 一定是重元之财 小孩儿 你的呢 我不比了 看来是不及重勇之财啊 切全了 还是重勇大财啊 过奖 过奖 我要表起来 好诗啊 好诗 重勇 重勇 平日多去学堂 少先他们胡言乱语 重勇 咱别耽误了诗诗 快走 快走 张远外大少还等着呢 刚才兴致勃勃的 怎么 不比了 我想父亲说得对 才学拿出来比试 玩弄 确实不好 雷兄啊 重勇之师为何会 如此拼拼无奇啊 他五岁时确有奇才 但这些年来 不请先生 不入学堂 整日就这般 游走于乡绅父户门前 自然是荒废了 诶 父亲 我看到有家书摊 咱们去看看吧 好啊 走 难去干戈 何日解 东来日齐 此时奔 谁将天下安危事 一把诗书 此细录 这岂不是写得比重勇强多了 十余年后 公元1045年 已经近视极地的王安石 在淮南节度判官一职上任安 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恭喜啊 恶来贺习 流元外 恭喜 令生即将求是管阁 一旦入了管 前途不可限量啊 哎呀 此事还无定数 尚未可知啊 令生才学名满天下 近视科第四名 管阁岂有不入之理啊 公公 就别谦逊了 换狼 舅舅 换狼啊 换难一别三年 想杀舅舅了 我也想舅舅啊 哎 今天府上怎么这么热闹 这都是冲你来的 哦 来来来 快来见过诸位元外 见过诸位 见过王学士 王学士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财君 何乃学士之称 哎呀 暗示谦逊 这都是在关心你的管职之事 那管阁之选 皆天下英俊 然必势而后命 已经此职 遂为名流 咱们大宋的贤城能相 多出于此 像 范仲淹范宫 欧阳修乌宫 可都是从那里起步的 府上有喜 神通来贺 别拦着 放开 平文贵府今日有喜 众勇特来道贺 神通方仲勇 哟 这位贵人知道我家仲勇美名 那今日这贺施 打个折扣 只需 十怪 今日 没有喜事 更无需贺施 不给钱 管口酒喝就行 哎 这钱怎么能不收呢 方仲勇 你看看如今你写的东西 文不成文 句不成句 还出来丢人先言 你 你竟敢败坏我家神通名声 松客 好 骂得好 骂得对啊 当年你们夸我 如今又骂我 什么神通 不过是你们的玩物罢了 究竟呢 万郎 来 拿着 熊勇 憶gl 猬勇 谢谢 谢谢 众勇之通物兽之天也 其兽之天也 贤于才人原意 足之为众人 则其兽于仁者不治也 万郎啊 这忠勇甚是可惜呀 舅舅 我并未求是管之 这有事 什么 孩儿仍须在周县历练 哎呀 你糊涂呀 管之之事乃家书贤谈 没想到舅舅您 我去给外宗人请阿郎 喊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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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参军家中有事先告辞了 告辞了 吴参军 告辞了 吴参军 喊郎啊 能去那管阁就职 常人羡慕不来 你怎么就不去呢 那可是清贵之所 去了之后 平步清云指日可待呀 今日之王安事 恰如当年的方仲勇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如今世人谬赞安事 无非是能闻而已 那不正如当年的方仲勇 管阁之内 能闻者如过江之计 要不了几年 我将和仲勇一样 闽然 众人意 范忠燕范公之政失败之后 有志之事 常怀忧患 我以为 文章博学 于事我不用 还不如去周县办实务 这样 我才能有所作为 男儿少壮不树立 习此穷老 将安归 管郎 昆蓬之旨 那管阁之旨 小了 两年后 王安石被调认为银县之县 此后 他在地方围观多年 又多次对管阁的委任 去词不咎 其实王安石他自己也是个神童 他写起文章来也是动笔如飞 死时少壮 自复事 义气 以日真光灰 可谓志存高远 但是我觉得 遇见了仲勇这个人之后 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是的 他突然发现除了志存高远之外 还必须得脚踏实地 对 你看他在商恩仲勇里面说过这样的句子 彼其兽之天也 如此其贤也 不兽之人且为众人 今福不兽之天 故众人 又不兽之人 得为众人而已 你就算是神童 那也必须要靠后天的学习和积累 所以王安石此后 可以说是一种无计思考的态度 可以说无数不读 所以你看商恩仲勇这样一篇文章 从头至尾 其实没有出现一个商字 对 但是就处处都流露出他 对于仲勇那种类似于感同身受的 这样一种惋惜 其实生活当中大多数都是普通人 你看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大多数都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勤学而成就的 所以决定高度的或者决定上限的不是天赋 而是后天真诚的努力和付出 对 王安石在商仲勇与商人书中所表达的文章理念 其实是一致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14箱来进行水利考察 而且这个过程还被他写成了银县精油记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他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员工作日志 就以您刚才说的银县精油记作为线索 好 我们去会回王公 好 王安石这一路他跋山涉水 白天忙于奔走 晚上就结束在寺庙里 衣食住行 一切从建 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效率很高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悄悄地过了一个生日 但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他一行投入到这个考察当中 难怪后来毛孔有过这样的感慨 县力如此 知非俗力也 所以这一次啊 咱们要好好考察一下 这个让人大呼不俗的王之县 究竟有何作为 对 前面有几个彩石工 这位兄弟 这么多石头 采来干什么用啊 修水闸这种大事 你们竟然不知道啊 我们城市外来 刚刚到这里 外乡人 哦 那你们因为何事 来这儿鸡山之中啊 哦 呃 我们听说啊 王公介府 在这个银县考察水利 特来拜访 这山石 就是他命我没踩的 他正带着我们修水闸 解决干旱 但银县这边不是靠海吗 对啊 会有很严重的干旱吗 现在没有专人治理河道 这淤泥越积越多 这沟渠河道全都堵塞了 哎 你说 就算是有水源 那也留不住啊 王公一下就看出 这干旱背后真正的缘由 那是人力跟不上 所以他就号召全城百姓 进行抗旱 所以王公是有大智慧的人 听您这么一说呀 我们更想赶紧找到王公 王公是前几日来着极山之中 嗯 现在应该向炉江方向去了 哦 多谢这位兄弟了 哎呦 这风真大 估计快到炉江入海口了 好 根据王安石银县日志的记载 他就是在炉江的入海口 检查开局的进展情况 各位 多谢啊 好 兄弟们辛苦了 哎 他们是不是在吃饭啊 对啊 竹筒饭 真是什么 真是什么 当然 几位兄弟好 你们这是吃竹筒饭呢 对 好 我们先坐一下吧 先坐一下 诸位是何时来我们银县的 刚到过去 刚到过去 你们可不知道啊 前些日子啊 我们这儿下了好几场漂泊大雨 这雨啊 把我们下的 这个修齿俊合的努力啊 全部白费了 我们差点啊 就想不干了 还是咱们直线扛得住 遇到这么大的事 半句埋言没有 还跑了安慰咱们 是 他这人做事 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 他肯定要做完 好像就是 无所不能一样 对 无所不能 主位 哎 主位 哎 主位 主位家中 可还有人愿意参与这治水之事啊 治水确实是好事啊 但是啊很辛苦啊 哎呀 这辛苦啊那都是暂时的 你不看看 咱们现在啊都不用担心 这低理的庄将没有收成了 看来王宫这个宣传工作 搞得还可以 他在那个《银线经邮记》里面 不是这样写过吗 借桃源清道二乡之谜引其事 说明他在宣传上花了心思 而且效果很明显 对 而且深入各个村落 对 虽然咱们这次没有追上王宫 但是咱们可以帮忙 对 我可以让更多人才 你看我了吧 你有飞而来 这位兄弟 我呀也是王宫的仰慕者 我有一个办法 能让更多的人 参与到这个水利工程当中 什么办法 你看我的 这样啊 算明白 凡是每家抱满三个人的 送好酒一坛 抱满五个人的 再来一拨福利 送好酒两坛 他就是鬼典子动 我出钱 对 酒钱算我的 来来来来 报名 来来来 果然可以 效果很好呀 您是真有办法呀 你看你看 不过有一事啊 想让你帮忙 您说 我们这次来呢 一直想见王宫 但始终没有碰上 不知道 有什么办法能够见到 这个我知道在哪能见到他呀 前几日啊 王宫说是要前往凤博军楼 重新调试一下这个客楼 你们呀 可以去那边看看 说不定能遇上 这次咱们得早点 再再再别悟了 好好好 有劳了 有劳了 刚才那个村民提到的客楼 是不是就是古人发明的那种 纪实的装置 现在在我们国家博物馆里面 还保存了现存最早的一个铜镂湖 是元代也有三年铸造的 王安石刚到引线的时候 其实就调试过一次 这客楼的运作原理 其实很有意思 它是利用均匀水流 导致的水位变化 来显示时间 比如当水流出或流入湖中的时候 这个键池呢 就会相应地下沉或者上浮 相当于有个浮标 对 依据那个刻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时间 我们现在不是把15分钟 称为一刻钟吗 它的这个原理就来自于铜镂湖 因为每隔15分钟 它那个铜镂就滴下去一个刻度 所以是一刻钟 这一刻钟 对 自古以来 管理客楼的窃湖之职 就是重要岗位 这个位置的人要是出了问题 世道就会乱 这围观的百姓还真不少 证悟之事也如这刻漏计时一样 不能快也不能慢 且要勤奋 不然证悟就会荒废 这正是王安石所作 新刻漏名中的观点 在这儿终于赶上了王公 咱赶紧打开招呼 王公 敢问您可是王公介父 正是 几位是 在下 萨贝宁 在下杨宇 比仁林言 我们几位素来仰慕王公 一直想找机会 一睹王公的财学和风采 听说王公到营县上任 一上任 就考察水利 所以我们就一路追随 王公的足迹前来 终于在这儿见到了 承蒙各位厚爱 水利之事刚刚考察完 我想着来这城中看看 克漏 克漏准了 百姓的生活才会有序 王公 克漏已经上水完毕 我们当初也有人 在同步使用日轨测算时间 应该稍后就回来了 王公 你不是也会叫吗 想要知道时间啊 不用那么复杂 您稍等 此刻正是 陈时三刻 您不信 待会儿您问问您的同事 报 我们刚刚用日轨校准过时间 应是陈时三刻 好样 你是如何知道的 天机不可泄露 好啊 那克漏之事就与检验完毕 我还有诸多事 先走一步了 我们送送王公 王公出来了 还有什么 期待解决的问题吗 眼下没有 只不过 但说无妨 你说这万一明年 又遇上大汉 那梁价上涨 我们日量又不够 那可怎么办啊 这万一碰到奸商 他坐地起价 那我们只能拿地 抵押买粮了 这 这如何是好啊 梁价之事 关乎民生 你们放心 我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绝不会让你们担忧的事情发生 太好了 太好了 王安石 知银县期间 发现每到青黄不接之际 百姓苦陷屈梁困境 便只好向父户借贷 但利息却很高 美金十万 你们也太黑了 是 乡亲们 乡亲们 今年啊 收成不好 梁价就这样 你们今天要是不买 明天说不定就不是这个价喽 这还要 各位要是手头上紧 不妨到对面前庄看一看啊 娘 不能借 五分的息钱 借了我们还不起啊 不借 怎么买粮啊 明年怎么开更啊 先把眼前的日子过了 看来 这边的粮商和这边的带主 是沆瀉一切啊 还不起 百姓们就要用地来地 兼并土地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得想个办法根治此事 哎 长平仓现在有多少存量 长平仓存量倒是不少 曹掌柜啊 你说这新支县把我们叫到这儿来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呀 景观其变 诸位掌柜 哎呀 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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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支县严重了 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您只管说 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全力 哎 恳请各位 高抬贵手把粮价降下来 让百姓能买得起粮吃得起饭哪 啊 这粮价随封茧之年涨跌 我等一件商贩 朕记灾民的事还是衙门做吧 是啊是啊 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快 全是沙子 王志賢 這是怎麼回事啊 別提了 這長平倉早被朝廷調配一空 你們要是不把梁架降下來 百姓沒飯吃 我這知縣可就當不了咯 哎呀 王知縣您嚴重了 這可容我們回去商量商量 對 商量商量 哎呀 有勞諸位 留冰虎 留冰虎 這是幽露 這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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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文 二十文 美琴二十文 還讓不讓人活了 賞這麼多 還讓不讓人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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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讓人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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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們 兄弟們 上次我就說了 這個梁架它隨時都會變動了 你們現在又嫌貴 明天價格又要變了 誰能值得急啊 這不是可憐我們的 怎麼這麼做 會不會得罪王志賢呢 王志賢啊 新來的 對 瞧瞧他這志賢能做多久 縣尊 不好了 糧價又漲了 大漲 而且那些糧商還在囤糧 好 放糧 是 曹掌櫃 來了幾個淮南糧商 在縣裏賣糧 嫁錢 可是比咱們賣得便宜啊 他們有多少糧 說是有五千丹 想壞我生意啊 高價全部吃進 讓他們滾 是 好 繼續放 曹掌櫃 那些淮南來的 又從船上運下來八千丹 繼續吃 還吃 吃 好 慢點兒 慢點兒 來 仙總 糧商們吃不下了 那就把剩下的糧食都運回來 您的意思是 開艙 放糧 是 金逢荒漢 開艙放糧 代古與迷 出息已查 怎麼回事兒啊 這代古與迷 是什麼意思 是 又打算拿我們人的主意啊 不可能吧 是 代古與迷 不及的法律 也要利息一下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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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其實有錢啊 是 諸位 你們都不缺糧嗎 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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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糧價非漲 我知道你們都缺糧 那為何不借貸呢 怕 怕什麼 怕利息高 怕還不起 拿銘還 拿地還 死借貸之法 當年借貸 隨夏秋兩稅歸還 只取息二分 你們怕什麼 這二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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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借貸 買糧行不行 當然可以 價格嘛 就按過往十年 均價出售 六門一斤 進來吧 這二分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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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之縣 你的糧倉裡面 有沒有糧 你自己心裡清楚 這 這 沒有糧 我看你拿什麼 帶給百姓 你自己看看 就知道了 好 曹政規 這全是糧 之前不都是您傻嗎 先生 先尊 淮南的果糧到了 有勞諸位了 多謝王之縣告知我等 此地缺糧 我們才能把糧谷 賣給草掌櫃 把糧 這從哪兒來的呀 運到後面 給百姓們登記 是 鄉親們 要買糧或者借糧的 到戶房登記 畫牙 好 好 這淮南的糧商是你找來的 你不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在來銀縣之前 我一直在淮南任職 好你個王安石啊 沒想到你會如此算計 你真是枉毒聖賢書啊 我算計你 你們這些無良商骨 貪得無厭 今天我就要替百姓們 跟你們好好算算舊賬 這梁家長跌 利息多寡 全憑商道 你倒好 帶股與民坐收利息 你這是無本萬利啊你 我收二分息 一分 營運糧倉 另一分 修建學堂 我不向你們 高息舉代 試圖兼併土地 好 好 曹長官 曹長官 如今糧谷隱藏 咱們的糧 就只能等著變塵糧 變糧糧了 王志賢 我們知道錯了 高台貴叔 高台貴叔 知道錯了 好 你們手裡的糧 本縣可以收了 但你們記住 永遠不要打百姓填地的主意 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公元1050年 王安石銀縣支縣任滿 回江西探親時 路過飛來風 來銀縣的時候 就大霧瀰漫 今天又是大霧 這飛來風啊 看來與我們無緣 來時路上有霧 心中也有霧 可今日 我這心裡 別提多輕快咯 銀縣三年 收穫潑風啊 信任 我告訴你 我心情 我心情 自然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在银线尝试的戴古语民 及后来他主持西宁变法时轻描法的雏形 丰富的地方为政经历 为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实际上走完这一趟我才发现在王安石眼里 他在意的是这个官职能不能给他提供充分的施展拳脚的空间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对 这三年 既是王安石人生的试验田 也是他基层治理的一个优秀的样本 所以后来他的银线治理的这些成功的经验 被其他的东南的周线视为典范 得以推广开来 而且我觉得他在银线这三年 受益最大的不仅仅是银线当地的百姓 也是王安石自己 因为他给自己建立了极大的自信 他觉得自己这一套办法是行之有效的 因为银线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这个对贸易的这样一个窗口 所以王安石到银线来 其实是通过这种深入实践的这种方式 来开阔自己的眼界 这三年中王安石发生了颠覆性的一个思想的转变 经过这三年的实践 王安石应该是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把 能够让北宋富国强民的金钥匙 而且这把金钥匙只有自己一个人找到了 所以他在那个灯飞来风当中写到资源身在最高层啊 可以说是研制制作 所以可以把灯飞来风看作是王安石变法前的一次宣言 而且从那以后他也真是做到了坚定不移的向着自己心中的志向前进 再也没有偏移过 王安石在迎接任满之后 并没有选择回到金钥匙认官 而是选择继续扎干地方 其实这个期间朝廷是屡屡向他伸出橄榄枝 但他一直又屡屡拒绝 就一直没有担任过金钥之职 但并不意味着他此时没有胸怀天下 因为那封非常有名的万言书 就正是这个阶段写下来了 这个时期的王安石韬光养晦 实际上是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机会 对 那这个机会终于让他等到了新的皇帝神宗 宋神宗 继位了 对对对 他就下招任命王安石为汉地学士 折服了这么多年的王安石 终于在他48岁的时候力量蓬勃而出 所以这也成就了后来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西宁辩访 也是更熟悉的叫王安石辩访 这当中多少的质疑甚至是谩骂阻力 他就面临着跟自己相交多年的至交好友的 有可能是在政治上的决裂 比如说司马光 但是王安石跟司马光之间的故事 确实这千年当中也是众说纷纭 对 我想我们有最好的机会能够穿越回去 看一看他们二人之间的故事 十分期待 这样的穿越历史啊 我觉得他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可以跳出教科书里的概括 去亲眼见证很多的细节 对 这会儿正是王安石变法进行的时候 每一条法令的颁布实施过程当中的困难 王安石本人要面对的各种压力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他这种就是任你八面来风 改革必须要进行的这种决心从哪来 我觉得在王安石看来 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 应该说在西陵元年 他奉召进京的时候 神宗皇帝就问他 说祖宗守天下 能百年无大便 出世太平 以何道义 王安石当时并没有立即作答 回到家后 仔细揣摩 写下了一篇北宋百年第一杂 也就是本朝百年无事杂子 在这篇杂子中 他指出 北宋立国后 看似百年无事 实则危机四伏 整个国家的状况 实际上是民不富国不强 所以在王安石看来 改革已经是建在弦上 不得不放 此刻的王宫 究竟会用一种怎样的方式 在惊涛骇浪当中自主 这应该就到了吧 王宅 诸位 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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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是得知这段时间 王宫变法正当时 肯定是劳神费力 所以特来探望王宫 也想借此撩表关切 借夫已多日未曾归家 他每日处理药物到很晚 只得在正式堂休息 我也很是担心他的身子 所以特意带了些点心 去看看他 不料到了之后便得知 他又去朝中商议药事 又不知药医到何时 诸位 瞧瞧 这点心啊 我又原封不动地给带了回来 他是不是遇到了很多难处 借夫平日忙碌在外 偶尔归家之时 也无暇与我常聊 常常愁容满面 我见状也料了个大概 他与君师兄素来交好 即便是后来二人在政界上 颇有不合 多次论辩 也不曾像这次一般不相往来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 二人关系就此破裂 王宫和司马宫 都是一心卫功 立场坚定之人 只是二人行事方法不一 所谓君子之交何而不同 我们也想就此事 听一听司马宫的想法 不知夫人可否方便 指点我们如何去拜访司马宫 他府上就在这边 你们进去 就说是我的友人便是了 好 有劳夫人了 我们应该是到了 从这个装修风格 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 性格气质 生活习惯应该很相似 你看他们两个从小 就是智力超群 王安石是有神童之欲 那司马光砸钢 那个故事 对 他俩的外号都相似 王安石 妙相公 司马光 司马牛 苏氏叫他司马牛 对 其实不仅是在性格上面相似 他们在围观经历上 其实有颇多相似之处 二人博学多彩 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都尽是集地做了官 而且做官之后都格外的青年 在地方上面愿意办实事 多次辞经官不救 克己分工 一心只为国际名声 真可谓得不孤必有灵 这么相似 而且走得这么近的两个人 怎么就 分道扬镳了呢 我们就问问 希望司马功能在家 几位是 我等素来仰慕司马功 求吴夫人引荐 特来拜访 既是吴夫人的好友 那就快快请进吧 家主 有客到访 与吴夫人相识 见过司马功 诸位 快请坐 司马功大载 资质通鉴 思想卓著 文采超绝 我等仰慕已久 这一次特来请教 过奖 过奖 快要完成了吧 离完成之时上早 当今君主 多过先前所作 八卷本通至 人为其书 鉴于往事 有自于智道 遂将其赐明 资质通鉴 若后人能以此书 见前世之兴衰 靠当今之得失 我也算是 实现了一桩理想 敢问先生 此官可是于 济府先生的关 不无关联 我们也听吴夫人 说起过一二 两位素来交得好 但是怎么会有 这样的变化 我与介辅 私交甚好 深知各自脾行 但事已至此 也难有缓和之余地啊 有人说 介辅奸邪 实为言之太过 他只是不小事 并且个性执拧 如今 他以雷霆之事 推行新法 我认为太过鲁莽 只得三番五次 与之论辩 奈何 他铁了心 不接纳任何的建议 王安石与司马光 都是轻正耿介 不好声色之人 两人同在京城围观时 曾结下身后友谊 也共存变法之志 报宫久等了 建伏 军师 快快入座 来 为我们三司 多了王剑 这人干将 通营 来 我不会饮酒 还是以茶代酒吧 安石不敢饮酒 也以茶代酒吧 介辅 包宫此杯 可是为你而取 你不喝 那岂不是不识抬举 是啊 酒喝半杯也好啊 半杯也不能喝 王介辅 这里可是东京 你是不是还没学会 怎么当个经官啊 家中小贱 随行而为 只是你们两个 为口不喽 这军师不好饮酒 我也知道 可介辅说不敢饮酒 这是为何呀 我堂堂大宋如今 却四下收入 每年都要给西夏白银七万两 卷五千匹茶三万斤 还要给辽国 白银二十万两 卷三十万匹茶十万斤 安食在地方任职十余年所建 包宫酒义正酣 你说这些做什么 让他讲 让他讲 十六年来 我见过太多百姓吃不上粮 他们就只能吃酒糟 所以 我暗自立室 何时天下百姓都能吃上粮 我便何时畅饮没酒 彻聚酒在 借夫心中只有质国 别无他物 纯属无心之师 王岸石 你一个小小的杜之叛官 怎敢在此胡言乱语 是包宫让我说的 老夫之怒 非为借夫 而是借夫所说的国情 从六品的杜之叛官 所思所想 都是我这个三思史 的职责所在 拿上笔墨 借夫 所言国情 各位有何结果 不知先从何而变 用人 若要突变 当用何人 君信 公元1069年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 为参之正式 特设置至三司条理司 正式开启西明变法 王安石 急风咒语式的变法 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去吧 暴竹生中一岁处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 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服 父亲 朝中反对心法的声音四起 我看也需要几个暴竹惊雷 炸上一炸 惊雷在何处啊 那些人对心法百般撤走 不如将他们尽数免职 心法 怎富国强兵 正需要大家各现智慧 怎能当同伐义 可 胖儿啊 要相信 想救大宋的 大有人在 看 来了 新年大吉 新年大吉 王参政 司马伯父 爵士 今天是元日 又在家中没有公事 你怎么还 称呼起官职来了 快快快 里边说 今天 我特意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 什么 资质通鉴 最新章节 那还不赶紧拿出来 我要第一个看到 那是自然 还想请介辅指点一二 商鞅变法 对 商鞅变法 有何不妥 金石所写 我不敢沟通啊 商君用法严酷 杀人中啊 为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惹得渭水之兵 哭声似习 水染血色 难道 不是事实 结果就是惹得天怒人怨 落得万事骂名 我以为 推行变法 当下范仲淹 范公 遵循君子之道 施政宽人 结果呢 范公之政失败了 变法 是为了 大宋强盛 金人未可 非商鞅 商鞅能力 正必行 怎么 你要学的商鞅变法 大宋不是宝庆 莫王安石更非商鞅 本生是非商鞅 高级 豆腐盛 小弟 多吃虽然 最同的 代表 傅帚 王安石 又是 庆佑 很草 到 这 王安石 对呀 我来走走 这些人都想 异弃行可处啊 莫莫者的刚愿人 来这些人坐走 是啊 几位大人 走不处 来呀 看 这都不够 出过来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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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天剑来报 说今春天酒阴 星诗度 王参政可知是何原因啊 王安石 你半年之间 多向心法屡出 朝官疲于奔命 百姓苦不堪言 如此搅乱朝野 怎能不招致天怒呢 是啊 父下 上古圣贤 尧顺之年就没有灾变吗 难道 尧顺所行之策 也是妄为 你 你 心法确有疏漏 我已派提举官赴各地监察 灾变 怪不到心法头上 王参政 下官苏氏寓意难题 特来请愿 苏子瞻 学问冤博 你弹劾心法的奏章 有如江河之势 还有什么问题 是你解不了的 我给家扑一头牛 让他去放牧 他非但没去 反而用这一头牛 换了五只羊回来 失去一头牛 隐瞒不说 还指着这五只羊 称自己有功 你说 是该赏它呢 还是该鞭吃的 你是想说军书法不当是因小失大 正是 你支出钱五百万万 你三百万代囤积物资 是国库负担加准 省税减少 本事太大了 对呀 因小失大 损失太大了 必定招致祸死法 知不愧 我猜 苏氏你今早是吃饱了 来上朝的吧 诸位 你们今早谁没吃饭啊 对 王太教授 是是是是 休要顾索用语言 京师人口 一百三十余万 晋军十余万 要想使黄姬永固 就必先使梁族驾稳 试问 去年推行军书法之后 谁感到梁家不稳了 谁家吃不上梁了 你这 你这 你这就是不可理的事啊 这是鬼别 国家之心啊 在道德前世 不在于强恶 隶属之长短 在民俗后博 不在于贫富 此法能长远乎 轻描法也 轻描法的好处在田间地头 你更看不见 我劝你苏氏 走出书斋 去看看天下 不要让你的诗文 都成了纸糊的楼派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呀 圣贤养无 往往 减轻租赴 足矣 是啊 足矣 行文王参政 从古至今 哪朝哪代的臣子 每日为了逐利而奔走 且大谈财力 对呀 是呀 这哪像朝城啊 是呀 就像前庄 像那样 君子 寓义 小人 寓义 你如此变更祖宗之法 难道 是想让这天下的人 都变得见利忘义 军师 我不谈钱 国库如何开支 我不理财 年年送给辽夏的银券 从哪儿出 我不算账 难道就放任国家 击毙重重 眼看着我军屡战屡败吗 难道全天下 只有王安师 你一个人 是卫国中心吗 王安师 你独断专权 迎获胜葱 变法 不是一朝一夕 更不能动了国之根本 你看看 现在弹劾你的奏章 如潮水一般向你拥来 你能安心吗 百姓 安居乐业 国家富庶强盛 公才是根本 他们这样的士大夫 不叙国事 同俗自媚于众 而天下一旦要改 要变 他们变 来势汹汹闹的罪凶 你说谁啊 你说谁啊 女独斩 神权 飞鱼 安居 谁说太过分了 我安居 这不是啊 你这么说话的 这就是 这不是啊 军师 我一生 是权势富贵为富裕 我只求做机械那样的贤臣 他们可以骂我 骂我什么都行 可是心法 绝不能废了 你们 你们口口声声说什么 天命 祖宗 如果我们就这样 一直弱下去 穷下去 恐怕明日 就会被刘夏惊吻 到那时 你们头上 还是大宋的天马 我们的祖宗牌位 还有处安放吗 我方安是 天变 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眼 不足事 我一定要 将心法 推行到底 直到重回三代之胜 赴我 汉唐九将 王氏 你 一立善天下之人 一致一局胜负 能有几分胜算 啊 尽 尽 尽 而不能智者 尽 无悔 因布满王安石变法 复辟 苏氏 司马光等人 纷纷自请离京 王安石变法先后持续了十余年 在极大的程度上 起到了复国强兵的作用 其举措涵盖范围之广 变革力度之深 思想之超前 事所罕见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许 这三不足后来就演变成了 一种勇于创新 勇于探索 勇于担当的一种精神 而慢慢的这种精神 也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底色 这是三不足精神的概括 出自于司马光的笔下 他在703年拟定测问尸体的时候 引用了《论语》里面 记事的这一篇 其实暗指王安石 说他不具天命 不守祖法 不须人言 走的是离经盼道的道路 这顶帽子太大了 扣在头上 别人都会担惊受怕的 但王安石戴得很高兴 而且自己高高戴起 所以现在回头再看 他写的那篇原日 千门万户童童日 总法新陶换旧服 原来里面还蕴含着 如此深沉的一种 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景 这是一首具有非常丰富的 象征意义的一首诗 千门万户童童日 这个童童日 不仅仅只造了天地 还造了他心目当中 一个新的社会面貌 总把新陶换旧服 也不只是门口 换一个新的陶服而已 而是新法带来的新气象 所以这段时间 王安石身边的好友 因为正见不同 渐行渐远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王安石好像成为了 那个时代的一个孤勇者 但是那种孤独 其实也是需要 勇气和定力的 历史记载 他两次主动辞去相为 对 所以对于他来讲 敬也好 特也好 都极具个人色彩 对 我觉得王安石的 两次霸相 这是深思熟虑的 第一次霸相 应该可以说是 它是神宗的一个君子的约定 因为正好是在 西零七年的时候 发生了干旱 很多人认为天变 完全是因为新法所造成的 但这个时候 为了平息各种各样的流言和非议 王安石主动地 请求辞去这种宰相之认 他是有一个全盘考虑的 而且他第二次选择隐退 还有一个理性的考虑 因为这个时候的神宗皇帝 基本上全盘接受了 王安石变法的思路 他也形成了自己的 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 所以王安石非常相信 即便自己急流勇退 神宗依然会把 他的新法推行下去 其实他推去江宁之后 更多的是一个学者 或者一个思想家 来感召着各种各样的年轻的后劲 甚至他以前的政治上的对手 包括像苏诗 都曾经去拜访过他 所以晚年的王安石 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静和孤独的 他的思想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光辉 所以这段时期的王安石 究竟在江宁 有了怎样新的人生感悟 我想我们也可以前去探访一番 我的心情已经迫不及待了 金口瓜州一水间 中山只隔树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此刻的王公终于过上了 他在博传瓜州这首诗里 所描绘的那种理想的退休生活 这首诗不光是快智人口 而且也是古代诗歌史上 这个锤字练剧的一个典范之作 就关于绿 对 它换过十几个白门春风 又入江南岸 又入 又到江南岸 又过江南岸 又满江南岸 然后最后灵光一闪 想到了这个绿字 动态感又视觉的 色彩鲜明的形式 把它呈现出来 其实在我们现存的 王二世代有三个版本中间 比如临川本 还有龙书本 还有李璧的著本中间 其实这一句叫做 春风自律江南岸 什么 自律 自己的自律 自律其实也有 它的独特的意境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 比如春风来临的时候 江南的园野 自顾自的就绿了 而明月也自顾自的皎洁 其实他们都不了解 王公此时归隐的这种心境 所以无论哪个版本 你都能看出王公 对家乡的那种神奇思念 但是此刻的王公 顾住了人生的晚年 听说他经常在中山这一带 到处游览 我也不知道 他的日子过得到底怎么样 晚年的时候 其实王安时我觉得 他已经放下了 就是身躯高位的 那一种所谓的矜持姿态 我觉得他更愿意 以一种普通人的姿态 回归到民间 一个快乐的小老头 那不就是王公啊 王公 打扰了 我们三位之前 跟您在银县 有过一面之缘 您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诸位此番来江宁之地 有何事啊 我们听说王公居住在江宁 特来拜访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驴去哪儿 我去哪儿 能给王公引路的驴 那也不是一般的驴 玩笑 我今日要去看看德逢 王公说的可是胡音先生 正是 德逢是我在这江宁之地 不可多得的好友 我常去他家中 他的庭院清幽 让人流连忘返 诸位要是得闲 随我同网如何 我们闲得很 诸位 随我来 德逢 我来喽 王公 这几位是 这都是我在银县时的老友 来 几位 里面请 谢谢 来来来 这院子呀 虽然不大 但这花木都是我亲手栽种的 这一花一木也没有辜负您的这个精心栽培呀 开得这么好 过奖 里面请 就认识 网民 王公 您看 您这诗写的这么好 都未曾给小院提上一首 岂不憾灾呀 有理 茅眼长扫 静无台 花木成棋 守自栽 一水户田 江绿绕 两山排榻 宋青来 好诗 好诗啊 王公 这诗写得太好了 你若真喜欢 得空 我就把此诗 写到你屋中的壁上 名字就叫 书胡音先生必如何 好啊 王公 您看今日您为小院 提了这么一首好诗 又带了老友过来 我一定好好地招待你们 我这就去备修菜 快去 快去 有口福了 各位 稍等 我们几个心中 还是有一个疑问 先生此前 慢慢征途 可是为何在巅峰之时 选择退居此地 您心中 难道就没有那么一点 不甘或是后悔 我王安石一生 为了变法已经拼尽全力 既已拼尽全力 又有何悔 我虽然已经告老还乡 可心法依旧在 在田野中 我亲眼所见 那么多百姓因心法而获益 无心甚畏 我盼望着 终有一天 百姓能像这天地间自由的鱼鸟一般 过上舒适 自在的日子 长路漫漫 能够有这样的一份担当 能够有这样一份变革的勇气 这样的人 值得后事追随 梅花开得正好 走 随我去看看 请 梅花开得甚好 我们都知道 先生 您对梅花是情有不忠 墙角树枝梅 林寒独自开 摇枝不是雪 未有暗相爱 每次我在背这首梅花 我脑海人物 一定是有一幅画面 而且这幅画面非常简单干净 如此深厚的人生哲理 但是像一层窗户纸 轻轻一点 那一瞬间 哇 就这个诗带给人的那种震撼 摇枝不是雪 未有暗相来 其实是把梅花当成了自己的人格精神的一种雪照 它是一种四花香 对 它就是 我就是那种不同于流苏的高洁品质的一种再现 无论是处于怎样恶劣的环境当中 我都能够独自绽放 梅花绝对十万岸是永无始终的代表作 虽然只有端了二十个字 但是你绝对是可以看成它政治记忆的一个象征性的一种表达 与此同时 应该说王恩石晚年 他的心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也使他的这种文学创作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后来的精工体 即游子得名 你看王恩石这个人物 实际上在北宋历史当中 他应该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那王恩石想实现富国强兵的这样一种理想和抱负 走的不是一种传统的那种改革的方式 而是采取了一种大刀阔斧的变法的之路 虽然他超前的理念不为现实所容 但是他的这种精神和义气 我觉得是依然是十分宝贵的 而且也值得我们现代人施法 确实有王恩石精神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他在思想上敢于创新 还能够果敢地去执行创新 并且以那种磐石无转移植 将这个创新一直推行到底 你看他无论是在银线这样的扎根基层的时候 还是后来贵为宰相 他这样一种将原则和决心坚持到底的这样一种意志 我觉得都是始终都没有变过 而且他总是能够一点点落到实处 虽久死其有未毁 所以他这位虞相公 因为自己的执拗确实也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恰恰是这份执拗 让我们看到了他那种坚守原则的政治风格 所以王恩石其实是用他的人生经历 教会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竟无智也而不能智者可以无回忆 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坚持 所谓单亲难写式精神 我想王恩石的文字和精神也会跨越时空 一直到现在还在深刻地影响我们 以数千年的大历史观之 变革和开放 总体上来讲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王恩石的这种逆时有违的作风 还有他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 无论是在他那个时代 还是在今天都有不可磨灭的光芒 王恩石是不世出的文学家 更是一生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改革家 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公元1085年 王恩石去世前一年 司马光败相 将王恩石的心法尽数废除 法度可改 文字亦不得作乎 王公 许久不见 萨君 昨夜 我做梦 梦到姚帝和夏节在辩论治国之道 可见我关心国事的习惯 没有改啊 先生心中的遗憾 在千年之后将终得圆满 千年之后 实不相瞒 晚辈和另外两位 我们都是从千年之后而来 先生您当年离开银县的时候 是不是曾经写过 早晚重来此地 但我们也知道 先生此后 一直没有机会再去银县 不知先生 可愿随我 前往千年之后的银县 去看一看 千年之后的银县 愿我 愿我 先生 请随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公 此乃当年您现所在 现如今 这个地方所有的公园 街道 碑堂 秦台 庙宇 基本上都是用您的名字命名的 当年 您竭尽全力 解名忧 惠名声 您十三天 走遍了十四乡 不辞辛劳 毫无怨言 每每遇到清皇不揭的窘况 您都会带骨与您 出息一场 这样的做法 传承后世 到了今天有了更多新的举措 您比如说现在 每到春耕时分 中国农业银行 都会全力支持农民朋友 为他们购买种子 购买农具 提供足额的贷款 而且还用金融的力量 帮助人们建设良田 新修水利 到了秋日时分 家家户户 都能有好收成 此举定能利民 利民乃治国之本 只有根基稳固了 国才能富啊 想当年先生在银县 清办学校 开创了银县巷学之风 一脉相成至今 这个地方如今已是 文人莫克 惠粹之地 人才辈出 是全国著名的 院士之乡 院士 何为院士 这个地方 一共有八十九尊雕像 这都是清静才学 为国为民 做出了不朽贡献的人 人人皆好学 好啊 王公 您可曾觉得 此地看着眼熟 这是乾湖 今时 已不同往日 先生当年在此地 进行过一次 大规模的治理行动 福泽绵延三县齐乡 数十万木良田 呈风登之台 近几年来 当地人以人为本 注重乾湖的生态环境 和历史风貌的保护 开展了又一次 大规模的治理行动 让乾湖涅槃成为 兼具自然和历史风貌的 华夏沿海第一湖 能见到这江河湖海 惠泽万民 值得庆贺 来 王公 请 草木之城 国之富业 万望 切而不舍 拥保乾湖 之风月 您还记得吗 当年 您曾经在沿海的很多地方 设立了 士博司 极大的推动了 海外贸易的发展 这银县自古就是商贸药地 在治理银县期间 我深感 士博之力 可谓国用 其影响力 不是啊 银县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 已经见证了千载商贸繁华 今天这里更了不得了 港口的货物吞吞量 已经连续十五年 位居全世界之手 现在在这个地方 货物可以入海 可以上天 可以下地 四通八达 二十一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是越走越宽了 这一切都仰仗于 王公当年对于海外贸易的超前见识 您就像那岸边的灯塔 指引着后世一代又一代人 开拓创新 奋级扬帆 才成就了今天的锦绣神科 如今 商难繁荣 百姓立业重义 我一生追求 国父名强之愿 算是实现了 千秋万代 远远流畅 华夏子孙 一定能够不断地 书写新的篇章 创造新的盛事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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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玄闻堂书 如儿又松懈 醉勇已无限 乐又山也间 四丈未如山 出击落雨盘 北中沉湖泊 江河如我怀 浮云难这妄言 雪涌难关眉间 孤舟寒江渡掉 天地清爽甘甜 挥手向来笑四处 浮沉中风孤伟然 迎着命运的风波 人生一缕度偏线 开放雨险雨动魄 总是会毫不完全 温言穿越千年 皆赴真心 雨河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